不只缺蛋嘛 缺电大家都知道啊 对不对 现在还缺药哦 药是林世锋告诉大家 有没有 全世界缺货的品项 台湾根本没有任何能力能够够用的药 他点出了很多缺的药 有一些这个药很严重 像抗生素 很多民众上呼吸道感染等等 很多是家里面常备的药 缺药 今天好多药师出来讲 我扮演个拖好不好 但没有 药也没有 那问题是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国家队 然后咧 你心中是不是跟我一样有个疑问 我稍后来播出那个国家队的影片 但是我们先来看 今天陈吉仲 来 陈吉仲脸书 他在他的脸书上道歉 下面的网友怎么说 当然1450赞美他的人很多 陈吉仲道歉 那我也会全力投入升级 淡积产业竞争力的所有工作来稳定 提供消费者所需啊 网友说 给我们蛋 不然请滚蛋 要鸡蛋不要捣蛋 要不要混蛋作乱 更不要混蛋作乱 你应该组一个鸡蛋国家队 有没有 让大家知道你有做事啊 报告这位网友 有哦 有鸡蛋国家队哦 如果没有缺蛋 陈大主委你干嘛特别发文道歉 对啊 这网友逻辑超清楚 要护行也要有点逻辑 好吗 你真可爱耶 还有PTT上 有没有 也有写 又不缺蛋升级啥 你不是说不缺蛋吗 那你升级啥呢 是不是要先办一个 鸡蛋产业升级真文比赛 侧衣都上车 不缺蛋了 怎么会有人先道歉 有没有 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个 你倒什么气啊 不是不缺蛋吗 阿吉的嘴 骗人的鬼 网军明明就说不缺蛋 哦 我懂了 是吃紧不是缺 网友冰雪聪明 就说没有缺蛋啊 陈吉仲你在共鸣吗 你中共共鸣人吗 啊不是说不缺 是要升级什么 要不要说阿灿在说谎造谣呢 笑死阿灿直接打脸网军 有没有 今天这种讲实话的题是少的 刚我给大家看了嘛 今天所有的题都是有没有 不缺蛋 你们这些都是刁民啊 我今天吃了两三颗蛋会太多吗 我家里冰箱好多蛋啊 到底有没有缺蛋 今天都是这种题 但是这边也有 大脑已经很清楚了 你倒什么剑 你不是说不缺蛋吗 好 那我接下来播出这个影片 那那个国家这个鸡蛋国家队又是怎么回事 现在还在吗 这个国家队帮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来看 什么叫做鸡蛋国家队 鸡蛋国家队什么意思 随便问一个人应该不知道有这个所谓的国家队吧 台湾有鸡蛋国家队 一天24小时准时产蛋 认真供应 所有全国民众所需要的鸡蛋 鸡蛋不用抢 每天买得到 每天政治人物都在讲干话 鸡蛋不用抢 每天买得到 陈吉仲说的每一句话 认真供应 我从中不相信 认真供应 所有全国民众所需要的鸡蛋 缺很大 对 可是现在超市也看不到蛋啊 你那时候不要抢不要抢 那你要做出来嘛 要让我们不要恐慌嘛 鸡蛋不用抢 天天买得到 新鲜最好吃 凯湘 新鲜最好吃不用抢 天天买得到 我觉得陈吉仲那位 其中那位 那个一位妇人说得很好 就陈吉仲讲的话 我通通不相信 但是我很想要讨论一下 颜亚伦 颜亚伦的说法 颜亚伦说法非常有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每天都吃 他每天打开便当里面 都吃得到蛋 所以没有缺蛋的问题 这基本上是一个语言运用能力 跟逻辑上面 完全近乎智障的一种说法 怎么说法呢 按照同样的逻辑的话 那我每天打开开关 电灯都会亮 台湾就没有缺电了嘛 我每天都有水可以洗澡 所以台湾就没有缺水嘛 现在不是说南部缺水 缺得很要紧嘛 所以颜亚伦的脑袋中 显然无法将缺跟没有 这两件事情 做一个很明显的分别 如果我们打开开关 没有电 电灯不会亮 那叫做停电 但停电也不代表缺电 它可能只是因为 暂时性的停电 所以这完全是一个逻辑错乱 跟语言伦力很低落的一个状态 那目前你要去说 我到幼稚园去看 哇现在公托公幼 小孩子还挤不进去 满满的幼儿园都是小朋友 所以台湾没有少子化的危机嘛 所以颜亚伦这个话 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 然后可是呢 因为他刚好符合某些1450 或是网军的政治正确 于是就被大肆的这样子的宣传 我本来都快要相信 言批讲的是下雨导致地震了 但是你这次的表现 实在让我太失望了 好那凯香怎么看 因为这个蛋大家比较有感天药吃 但是缺药也还蛮可怕的 药也在缺 抗生素 上呼吸道的这些 缺药这件事情其实 连有的味药都在缺 对我觉得 我觉得台湾现在的问题 是很难理解的事情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原本都可以轻易取得的事物 在现在都变得如此之困难 当然有些东西确实 因为现在全世界很多 比如说刚说 因为战争的因素 因为价格的因素 因为通膨的因素 对因为原物料短缺的因素 所以很多的生产是断链的 或是不容易取得 但是呢 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 如果政府愿意跟我们说实话 告诉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确实政经会缺会怎么样的话 也OK 可是为什么 之所以它会烧成一个民怨风暴 就是因为政府不到 不到这个 不到黄河心不死 它就是一定要凹到最后一刻 然后民众已经 民怨要爆发的前夕 他才愿意讲实话 所以缺药这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能怎么办呢 我们能指望谁呢 就像是在鸡蛋问题上面 所有农鱼产品的问题上面 我们不可能再指望成吉仲 大家也不再相信成吉仲一样 难道在缺药这件事情上面 你要指望王美花 又或者是指望吴秀梅吗 指望这个高端的护航者吴秀梅 黑心快晒的护航者吴秀梅吗 甚至在内阁改组 他还继续 他现在不吭声了 因为他现在是太臭了 太黑了 太脏了 会被大家想到说 民进党过去做什么烂事 所以他现在销声匿迹 他还依然在这个位置上面 你指望他来帮大家 解决抗生素的问题吗 我是不指望的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往往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 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 感谢观看